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商务谈判 各位同学 欢迎大家来收看商务谈判第六讲 商务谈判的程序 我们仍然很难得的邀请到 讲座教授陈明德老师 各位同学好 今天我们进行的是第六讲 商务谈判的程序 谢谢各位同学 本讲次的重点 一 何谓预备性的谈判 二 商务谈判有哪三个不同的阶段 三 国际合约谈判 其记录的方法有哪三项 预备性的抽象谈判是最重要的一环 因为预备性的抽象谈判 如果谈得很顺利的话 那正式谈判的阶段就水到取成 任何一个谈判都是有这两个重要的阶段 不是说什么时候某某人要来 我们要去然后就要签署协定 那么快一定是中间是经过一个漫长的预备性的抽象谈判 就举一个例子 我们服务业贸易是在2013年6月21号签署的 可是在这之前我们一共谈了几次 谈了八次的这个谈判 这个会谈 然后签署了18项的议题的协议 所以到了6月21号是最后有两岸 就是大陆的海协会的会长 还有林中生 林中生 台湾是海基会林中生 他刚接任 大陆海协会的会长 对 然后双方坐在谈判桌上 然后摆个样子吧 行礼如意 对不对 就签署了 内容都已经早就谈好了 谈了八次 然后协议 第九次才确定 才确定来签署这个服务业贸易 所以每一个都是经过专家 这些经贸的专家 两岸经贸的专家 经过这样竹条 然后斟酌这些文字 这个适当的句子 这样来签署的 不是很贸然的这样来签署 所以说 你忘记了吗 我也是其中的谈判的一言 所以我们现在请程教授 你来介绍预备性的签署谈判之后 我们就要进行正式的谈判阶段 那正式的谈判阶段 有分这个五个策略 这个五个策略我们统称为叫做 影子战策略 影子战策略 影子战策略呢 这五个策略呢 请程教授你来说明一下 好 我想这个在初期谈判 当然有蛮多策略 你刚刚影子战策略里面 其实还可以分成好几个 第一个就是稻草人策略 所谓稻草人策略 我几一个同学比较能清楚的 就是以贸易商的手法 就是把它拉到商业手法来讲 一般贸易商是这样 他自己不是从事生产工作 然后他就是贸易嘛 他就是带领一家产品 他想带领某一家产品 去购买另外一家的产品 购买产品的话呢 他会怎么讲呢 他会去用请人家报价 如果我现在举一个例子 就是邱教授 你是开一家材料行 那我汽车材料行 那我要买汽车材料 我会请你报价 然后呢 我会找另外一家 因为你跟我是长期来往 当然大部分都跟你买 可是我也怕你给我赚太多 我就说好 你报 好 你就报说 好 一个十块钱 那么我就去找另外一家 请他报 我会先把你十块钱给他收 十块我都不买了 你一定要比十块便宜 其实我还是讲 你的品质我信任嘛 结果我请他说 你要不要便宜一点 那他为了抢这笔生意 他一定会报九块多 如果报九块八 我再把这九块八拿来给邱教授看 邱教授说 我们那久啊 老兄老弟 我跟你买了几十笔 做了几十笔生意 你怎么报价都比人家贵 这没道理吧 你要弄个面子来 他就 不然这样啦 便宜了毛啦 九块六 九块六 我再把这九块六 我又不跟你当场就签 这预备心囚章 九块六拿了 我就拿给对方看 九块六 怎么办 我对你这么好 人家原来十块的 那个是我根本不会买的 结果人家一下就九块六了 那你九块八 没意思 九块半 我再拿来给你 就这样杀 那贸易商得到最大的利益 他赚的毛利最大 这个就有点什么意思呢 就是稻草成的 耳鱼我炸 本来 商场用真真假假的讯息 商务买卖 来做一个讯息的陷阱战 对 没有错 另外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空城记 什么叫空城记 很简单 我就比一个 台湾人很喜欢买中古车 其实我是嘎意中古车 我嘎意宾式的中古车 我就故意 说我要B&W 然后我就把这个B&W 说得天花乱坠 他以为我要买那一部 他就会提高价格 因为商人 太贵 怎么比宾室贵 宾宾宾宾宾好 那不然 其实你心目中是要买B&W 不然这个怎么样 你来买这个我算你便宜一点 刚好符合我的需求 另外一个空城记要 邱老师 你来想想看 另外一个空城记要怎么做 这个不是猪哥孔明那种空城记 商务谈判的空城记是指东 讲西 不要一次就进入底线 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疫情故纵 没有你不行 我一定要买你的疫情故纵 结果你必须要算我便宜一点 但是呢 却表现得无所谓 我其实我真的想买你这个材料 没有你这个材料 有没有卖我都没关系 我还有很多人可以考虑 对对对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这疫情故纵 其实心里是非买不可 很在意 这个就是一种做法 运用在现在年轻人就是这样 谈感情也是这样 是吧 本来综艺A的 结果对他好像很冷淡 对不对 这个基础上一定要 在双外面还是有好感 没有好感的话冷淡就冷淡 人家也不理你 对不对 说的也真的 要在有好感的基础上 另外一个就是深冬集息 深冬集息 明明是要 你刚刚讲的概率 然后故意把它拉到旁边去 其实目标还是这里 所以谈判的过程之中 你自己的心头要定 但是你力我炸 为什么要你力我炸 我们两岸之间的谈判也一样 中共说让利给你 其实他那么好吗 他为什么要让利给你 我们为什么对美国 王建仙当初化妆品 一下让那么多 因为我们自己会算 这个对我损害 最小 最小 因为是我们税缩最小 对对对 那化妆品 美国的化妆品 我们税缩最小 好 那很容易 牛的内脏 为什么不让它进来 猪肉 为什么不让它进来 这很简单 这猪肉进来 我们养猪物怎么办 立刻的危害 所以我们站在这个立场上 我们国贸局就不敢动 农委会也不敢动 因为你这个会 会吃掉选票 台湾大部分农民 他不会理你 所以深冬极西的方法 我们也要做得很好 我们这次 那个韩国的 跟美国的牛肉谈判 这个你最内行 韩国也暴动了很多次 那最后为什么通过 为了FTA 他不得不让他进来 日本现在跟美国 也是一样在吵 我们很简单 美国到底要不要 跟你台湾签FTA 我们在谈判过程中 很多次 不要给你打 美国就写预备信件告诉你 牛猪全部你要开放 农产品全部开放 我就跟你台湾签 我们政府现在很头大 逼着 逼着一脸被骂 说无人 我真的不敢签 我一签了 所有的农民怎么办 好 讲到这里 各位同学知道 国际谈判之间 有的时候主席逝者 就当政府的也很为难 你说FTA真的我们签 对台湾有利吗 你认为 旧老师你说 有利吗 贸易谈判是在 利益得失之间 然后来做一个权衡 没有做 没有得权德 损失全部损失的 都是这样 一定要权衡 两害相权 取其亲 取其亲 最后两边都能双赢 他也得到他的好处 我也得到我的好处 我特别为什么提这一段 来跟同学谈 目前我们政府正面临这个 非常辛苦的这一段历程 为什么 我如果跟美国签FTA 请问 美国的所有的粮食 农产品 到台湾来 你台湾怎么办 台湾是以农立国 事实上全世界最大的粮食 农产品的出口国 就是美国 就是美国 产量实在太大 所以他现在用这个威胁我们 他的主委是一样 人家一次养几百万头 你们家只养个几十头 几百头 你怎么跟他拼 他一进来 你台湾市场就没有了 所以蛮困难的 第五点 木马级 谈判的过程中 我们最希望的是 了解对方 你的底牌是什么 好像我刚开始都同意你 其实我是暗中在打听 你的底线在哪里 这个就是木马级 这个打听底线 要从对方 比如说他是一个 他的著作 还有他的演讲的录影带 这些都是要去探讨 然后打听和他 摸底 摸底 打听和他交过手的人 这些都是要 我们去做的事情 就叫木马级 然后中期 我们请邱老师来 木马级这样还不行 还不行 除了打听他的底线之外 自己 底牌全部都不亮 都好像都静静地在听他讲 最后一出手 就是致命的一级 致命的一级 所以打听对方的 商场的行警 他卖的东西的商场的行警 行情 清楚了之后 只有在和他 最后在先底牌 先底牌 好 接下来就是中期 对 谈判的中期 他有分初期 这是初期的阶段 实际上初期这五个 都会用在中期 这是互通的 那也没有分得那么清楚 对不对 那中期 中期呢 中期就交易的双方 就企业条款 技术 附件的内容 进行全面的谈判 并对交易的价格 进行 讨价还价 那第一次还价的阶段 我们属于 中期谈判 事实上 讨价还价 还有配套措施 还有牵涉到 你自己的选项 这必须要 有三个原则 一定要遵守 第一 第一 寻求包容双方利益 与禁忌的最大公约 素的设计组合 我们谈判 一定是针对 双方的利益 在谈判 而不是针对 双方的立场 立场 就好像是水面上的花 好看 但是不重用 不实际 对不对 水面下的根 才是双方养分之首在 所以谈判一定要针对 这个双方的利益 而这个利益是 双方都能够接受的 包容双方利益的 一个最大公约素 第二点 减少对方的选项 我们谈判 是选项越多越好 但是在有一方面 如果说你不能增加 自己的选项 那只要减少对方的选项 可是减少对方的选项 五分 并不代表 能够增加自己五分 对不对 说不定只有增加四分或三分 对不对 因此 往往增加自己的选项 来思考 比减少对方的选项为佳 因为你增加自己的选项 如果增加八分 就是八分 不会减少 是不是这样 那我现在举一个例子来 给各位做一个 这个比较清楚的这个思考 比如说 我们这个三台 以前三台 无线电视台 台式 中式 华式 他有默契 他有默契 有旋转门条款的默契 因为那时候的电视台的记者都会跳槽 对不对 跳来跳去 中式 转 华式 华式 转 台式 台式 不准 三台 有一个默契 一定要经过一段时间 旋转免条款 比如说一连的时间 这样就减少了 这就减少选项 可是增加选项 有一次中正机场 快要过年了 快要过年 那个免税店 有一个免税店的小姐 28位 28位服务小姐 全部罢工 因为他认为 老板今年给的这个奖金 太少了 不满意 才三个月 他们要求半年 因为他知道老板 生意很好 赚很多 怎么给我们三个月 所以28个全部罢工 明天过年出一 罢工 这就要看老板有没有选项 因为这个老板 也是企业很大 关系企业很大 他也有其他的事业 所以紧急 掉 掉其他事业的 这些服务联员 来支援 来支援 所以藤老板就有选项 你看 你把他靠不住了 结果 最后 过完年之后 他们要回来上班 老板不接受了 那最后 再苦苦哀求老板 然后又拜托这个 陶渊 陶渊县政府的劳工局 出来当和事劳 最后老板 老公举个面子 一个人加花三千块 加花三千块 慰问金三千块而已 本来要争取到半年 结果就没有 因为老板有选项 你没有他办法 但如果老板没有选项 这个谈判就劣势了 所谓选项就是胜算 胜算 那 桃园机场也有那个地勤 那地勤有一天 那个司机全部罢工 开那些堆高机的司机罢工 这就头大了 会开堆高机的是很多 可是路线不熟 路线不熟 万一把这个飞机撞倒了怎么办 所以说这个老板就选项就没有了 就居以下风 所以选项很重要 第三点 要满足对方的角度为前提 来乱步 但对方也应该要互费互利 所以我们乱步 绝对不是说随便让一下就好了 先以满足你作为前提来乱步 这个邱老师你用台美贸易 这个有很多例子 你自己教国际贸易 你是不是针对台美贸易 我们这一段期间 怎么互费互利 你来几例来说 台美贸易 我们讲到以前王建轩那一段 那一段真的是经典的 他还经典 因为美国USTR USTR就是 国际贸易谈判 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水 他的代表 他一上谈判桌 就失子大开口 然后要求这王建轩要答应 干脆就取消购卖制度 因为你要降这个购卖利益 没有办法降到他没满意 所以干脆你就取消好了 王建轩看到这样 这个就不能乱步 为什么 我根本没有得到这样的授权 他第一个和他表达 这个购卖制度 是我们台湾行之有连的一个内政 你不能干涉我们内政 而且何况 我们今天的谈判的主题 并不是要不要取消购卖制度 是如何降低关税开放市场 没错 所以你在怎么讲 我都没有办法答应 第一我们要得到这样的授权 谈判有分散大类 政府和政府之间的谈判 是最困难的 因为他有授权 你不能随便答应 第二个是企业和企业的谈判 这比较好 因为老板只要拍拍肩膀 就OK啦 对不对 就OK啦 这个答应就好了 老板答应就好了 第三个是个人和个人 对不对 所以最难谈的是 政府和政府的谈判 没有什么弹性 授权范围就是授权范围 没有人干涉欲授权范围 好 那王健宣 他毅然决然地 拒绝 拒绝答应 取消购卖制度 美国USTR的谈判代表 还威胁他 说如果你不答应 那我就和你这高层报告 让你这个乌沙帽都掉了 他说 不要说和高层报告 就像我最信仰最尊敬的上帝报告 上帝也会影响我 因为我没有得到这样的授权 你杀了我的头也没有用 对不对 好 可是 可是这个没有烂布 另外他就烂布 就像美国进口的化算品就烂布了 那个我们经过 那就是代表说 那是一种谈判的技巧 他没有影响那么大 代表说很有诚意 我能够让的可以让 我就让 不能让 我就不能让 小钢炮 你比我也没有办法 所以他小钢炮就这样得来的 在碰到很棘手的问题 能来坚持自己的谈判的基本历程 这样人家会更尊敬 没错 好 接下来我们再谈下一个主题 就是后段 谈判的后段 谈判的后段 就是签署协议的结束阶段 刚刚你有练了一段摘要 这个蛮重要的 就是说谈判当你感觉得说你赢的时候 就是输的时候 为什么呢 因为签约是谈判的结束 可是却是履约的开始 所以说签约不是就完了 签约没有赢 签约是结束而已 谈判结束而已 协议的结束而已 履约才是协议的开始 执行的过程 执行的开始 所以往往对方会在履约的时候 如果你这个契约里面有不明确的地方 没有周围性的地方 不疑似的地方 那就惨了 比如说你说 交后期限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是多久 从哪里开始算起 你要明确 对不对 那你如果写的这样不明确的话 你就肉脸口实 可乘之机 对不对 他对方就在履约的时候 就会找到这个毛病 来占你便宜 当双方预期的结果都很接近的时候 那就赶快要结束这个谈判 所以我们要结束谈判 也有方法 第一点 千万别再贫贫乱步 作为赢得对手好感的手段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那这样就没完没了了 你一直在提升对方的期待 那这谈判怎么结束 第二点 提供买方想结束谈判 那两个人 对不对 好 第三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表示 可以乱步的我都让了 再让给你的话 再让给对方的话 那我就血本无归了嘛 说不定还是有哪个这个进后的成本给他看一下 对不对 但是还要再加上一点 如果对方怀疑 怀疑说 你这是不是真的进后成本是这么高 你说没有关系 我就对你这么诚意 你不买也没有关系 你不买也没有关系 生意不成年勤债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法 让对方觉得说 不好意思 人家都这么诚意 人家风度还那么好 生意不成年勤债 下次你有机会再来捧场 好 第四点 赶快结束谈判的方法 以既成事实 先上车后补票的手法 来结束谈判 这经常这样 谈到那九二则的时候 庄案还在拉扯的时候 他马上在那边包 一边包一边说 好啦 给你九则 既成事实嘛 对不对 给你九则 好啦 给你来 已经包了一半 你不好意思说不要 好 第五点 结束谈判的第五点 让与不让 都只在立场来拉扯 来拉去 所以说最后有一个方法 这是我们中国人 东方人 最喜欢做的谈判方法 二分之一啦 一人一半啦 一人一半啦 前几天我帮朋友 找了一张未上市的股票 十三块 他说每一股要卖十三块 那我想说我就和他讲 要和他讲价好朋友 不好意思 两边都是朋友 我也没有获利啊 对不对 我是做好人啦 帮他们他也想卖他也想买啊 我就这样讲啦 因为现在市场也都很多筹码出来 要卖啊 以前十块十一块 大家都不想买 现在涨啦 涨到十五块啦 一些筹码涌出来要卖啦 所以现在十三块算起来 他也买不下去啦 我就和两位朋友讲 这样好了我当 合适啦 合适啦 十二块半啦 二分之一啦 十二块和十三块 这十二块半啦 对不对 就结束啦 就谈成啦 明天交歌 明天交歌 好 那我们谈好了之后 结束了之后 就是要做记录 所以谈判记录的方法 有三种 有三种记录的方法 这蛮重要的 好 我们请陈教授 来这个解释一下 谈判结束后 有记录的一方提出结论 这个结论印经双方认可 做成合约 再来就是谈判结束时 我们重新先读 合约草本的起义点上 达成协议的文记 或条款内容 经双方认可同意 再做成合约 要引印一份 双方先出签 并签署一份备忘录 既已做成正式合约 这一点是比较复杂一点 但是第三点更复杂 请陈教授来 第三点 每日将当天讨论事项 我们七分达成协议 跟未达成协议的部分 一日开议前 先确定前一天之记录 若双方无意义 再进入新议程 直到全部达成协议 做成总结 再做成合约 这种方式耗时费力 好 事实上任何记录都一样 我们的谈判记录一定要遵守 任何协议里面 协议的内容一定要遵守 第一点 明确 日期 交付日期 价格 都是要明确 第二 要周延 考虑到合法 合法性案有效性 一致性 前后要一致 不能有偷解 好 那我现在为了要让各位同学更了解 所以我就举两个简单的例子 来做一个结束 好 第一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比如说贾在咖啡厅 以客商就是客户品尝这个咖啡 他对客户谈到 他有三顿一级的澳大利的羊毛要卖 那想说按每顿十万港币来出售 那刚好有一个贸易商也在旁边喝咖啡 他们不认识 就是乙 乙在附近也喝咖啡 那听到贾的谈话 他就第二天就和贾联络 按上述的条件 表示说他接受三顿羊毛 这个每一顿十万港币这样的价格 但是贾一听说 把他拒绝啊 请问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贾和乙是否存在合同关系 这个答案很明确 因为贾这个羊毛不是要卖给乙 贾是要卖给他的客户 所以他向他的客户来报价 客户是属于特定的人来报价 那乙是在旁边听到 他也要分一杯跟 对不对 他想这个好咖啡啊 好康的我也要 他有得赚嘛 有钱赚啊 有钱赚啊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我答应 他就和贾说我答应 你这个报价我答应 他贾不认识他 你是坐在旁边喝咖啡 我也不认识你 你答应有什么效 对不对 所以合同没有办法成立的 他们也没有正式签合同 也没有签合同 这个合同怎么会成立 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我不认识你 我报价是针对特定来报价 特定的对象来报价 这才有效 这合同才有效 那我们这个阶段 这个从寻盘到发盘到还盘 有的时候会还价 然后到售盘 这四个阶段里面 寻盘和那个还盘可以拿掉 主要的就是发盘和售盘 这两个一定要 这两个手续一定要 那更重要的 这两个手续一定要的话 往往 往往我们售盘的时候 售盘的时候 这个合同要成立 不一定要签书面 口头也可以 对的 口头也可以成立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了解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 下次再会 同学 拜拜